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祸是什么样的车祸? 那个就是等于是就是说我的那个室友他就骑着机车然后 带你去摩托车 然后他就载我然后我就被卡车撞 大卡车撞 结果当时受伤很重吗? 还蛮严重的 现在有后疫症吗? 多少有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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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此 在你拿到几本书的时候 第一步一定是从头到尾一口七八多啊 嗯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本来也以为 因为当然 当然我的上司他这样讲 可是我一般来说啦 就是我会觉得说 那那个地支书的话 大概就是那个模式 对 那没有想到说就是 我是看了前面的序言之后 我就 被吸引了 对我就这样一直看 然后就看到最后面 而且我后来又重看了很多次 其实跟一般的地支书是不一样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看的感觉 就是很奇怪 可能是我的角度跟人家不一样嘛 就是我那时候看的第一个感觉是 天哪 他大意耶 可是他大意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研究缅甸难民 我大意在干嘛 哈哈哈 其实我从他家在福岛那个 高七百公尺的海拔 高七百公尺的那个山上 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大概只有七十几户的人家 对不对 对而且而且其实他里 他有一幕场景的描述 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他就是说他的家人就是爷爷奶奶 他每天就是为了要让他上学 去采那个雪 对不对 对 真的就会觉得哇 但是你看他这乡下 日子过得多逍遥自在啊 没有零食吃他们家的零食下午茶 就给他白砂糖 哈哈哈 要不然他就自己要出去采花蜜啊 或者去这个田野之间 像我想到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我到现在都会觉得水果干嘛用 买我们家以前路边的啊 到处都香蕉啊 什么芒果呀 还有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莲雾啊 到处都是 满地都是 但是尤其台风过后 赶快拿个篮子去点 这些水果现在花钱买了 觉得好奇怪啊 对不对 嗯 然后呢 欸他真的是很有主见的 对 然后他就说 对 这样的美丽的大自然 我不想要 嗯 他一直觉得那个小村庄里 就是因为人太少 对 所以人际关系很封闭啊 因此很向往到东京 嗯 然后希望去读这个法文 对 他想去巴黎对不对 对啊 他这个其实有有一点点像 我们当初的所谓的 梦想 梦这样子 嗯 对就是因为你生活的地方 它是一个比较风 私讯相对封闭的地方 那对他而言 那 最梦幻的地方 对你孩子来说 应该就是巴黎 对啊 尤其911事件之后 他就根本就选了这个 巴黎是他的梦想啊 可是 他读了大学大学一年级之后 就到了这个面殿 那您 我知道那个时候 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 对 到那边去做志工 对 嗯 那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 可是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 对 对 因为他当初他就说 嗯 他觉得读霸文 当然是很好的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 但是 嗯 他在读了霸文之后 他觉得奇怪 我现在是 在穿蓝白托吗 所以他明明觉得 是一个很优雅的语言 可是他 他却觉得他自己是一个 穿着 嗯 19世纪 嗯 欧洲贵 贵族宫廷服装的一个少女 然后他可是他脚上 穿着蓝白托 很不协调 对 他觉得怎么会格格不入呢 那可能是他自己 跟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搭得起来 那所以说 他因缘机会 他大一的时候有个作业 就是要去访问 就是要访问一些人 那他那个时候他就选择了就是缅甸的难民来做防卫的对象 那也从此改进了他的人生 对 那他即便说他生病到现在这么久 然后他还是一直很关心这个议题 对 那当然因为他是法文系的 所以他的推特上面也不时的可以看到他对于一些 比如说 呃 歐兰德怎么样 就是法国政治的一些看法 对 就是他比较关心众人之事 对 好 那么这就是大爷跟夏这个作者 然后他从大学开始就进入到了难民就是缅甸 他关心那边所有的人还是做义工 对 做志工 然后同样的他也关心自己生活周遭的一点点 可是他还是胸怀着他的抱负 对 他一直很希望说他有一天他可以 他都曾经说我梦想可以拯救世界 但是我生病之后我发现我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也就是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就生病了吗 呃他是在大学毕业之后 毕业之后 毕业之后他生病的 嗯 对 他得的那种病啊 好像在台湾我们都还没有听说过 但是也是属于罕见疾病 自己免疫性的一个罕见疾病 对 他叫做什么 呃 那个名称还蛮长的 对 叫做耳机膜炎 然后脂膜炎最后去 就是我常常讲 脂膜炎 脂膜炎症候群 然后病发皮肌炎 皮肌 就是皮 对是皮肉的皮 然后肌肉的肌肌 它那个肌膜炎我们大家都很知道 对 就是肌肉和肌那个肌肌膜炎肌膜炎 对 然后在脂膜炎就脂肪的这个脂 啊脂膜炎 然后这个病发症 到这个叫做脂膜炎 皮膜炎 呃 呃皮肤的皮 呃皮肌炎 皮肌炎 所以啊这种病得了之后 是全身会痛 对不对 他当初一开始发病的时候是 就是他觉得自己全身肿得像 像气球一样 对 很重 就很重 很重 对对对对 然后他这个东西是 因为他一定是就是影响到管节嘛 对 而且其实像他们这种就是自体炎异性的疾病 那他呃就是即便你经过治疗之后 他的这个病毒 他的病毒什么 还是会影响到你的其他的气管 对 这种疾病目前在西医来说他也只有用肋骨唇 所以没有办法 对 没有办法用 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 那我们也都知道肋骨唇衣使用之后就很糟糕 对 就是月亮脸啊 全身就肿了 对 而且这种东西用了之后你的 大概所有的气管都会伤得很重 对 而且他曾经因为就是使用太 就是剂量太高了 然后他曾经一度病死 对 那他后来就是那个医生又把他再次的救回来 对 后来他的屁股破了一个大洞 对 对 所以这种病也是好奇怪 一个那么漂亮的医生 对 然后 当他知道自己罹患了这样罕见疾病 然后自己所面对的痛苦 我记得他在书上写了一段话 他说人都是很主观的 只能活在自己认定的世界里 我们可以试着想象别人的痛苦 但是生病的痛苦依然只有属于那一个人 无论我们多么的爱他 多珍惜他 多么的贴近他 也无法待他受苦 我自己的痛苦煎熬 只能自己承担 是 那种痛苦真的花样棉花又有的很多理想抱负 但是突然之间得了这样的病 对 然后这本书就是在他生病之后写的吗 他是在2010年夏天的时候写的 然后他在同一年的6月23号 他就离开了那一间就是救他的医院 对 因为当时就是只有绿洲的这间医院 就等于说愿意协助他 对 愿意拯救他 对 那他但他到后来还是为了爱情 为了爱情 然后因为一方面他也想要实现他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就离开了那里 所以你看他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呃 在生病 然后你看他在这书里的标题 就每个章序的标题 就是第一章是永不绝望 对 是他的序 然后接下来第一章 我的男症 他就是研究难民的女子成了所谓的医疗难民 对 然后第二章是我是灭 灭女子 就是鲁鲁米少女前往那个战争战况很激烈的欢乐部 对 他其实他跟鲁鲁米后来的家人 几乎都是保持的非常密切的联系 对 那其实他们家族就是有一段让我觉得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 其实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发现一件事 虽然他的女儿因为 就是他的女儿因为 呃 拯救缅甸难民 然后 他可能 他没有说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因为过老的关系 所以得这个病 那但是他的家里面 从来都没有说过说 哦 对 对 他没有说为什么你当初要去拯救这些难民 对 他是支持他的 所以他们都是他们是 对 比如说他的父母都是一直支持了他 对 比如第三章是我住院了 对 第四章是我崩溃了 第五章是我惨叫了 第六章是我快死了 第七章我被骂了 第八章我好想死 这是第九章是我流出了 就是屁股啊 破了个大洞 对 第十章是我沉默了 第十一章是我是难民 第十二章是我大概想活下去 第十三章是我搬家了 第十四章是我是文件 第十五章是我的家了 就是投奔自由了 最后中章是我的开始 其实后来他谈恋爱了 他的恋爱的对象也是医院里的病人 对 他是医院里面的病患 对 那他就是 其实他有想过说 那他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等于是绝望的 没有明天的人啊 就是就某个层面来说 是这样子 那他有想说 那我再过十年之后 那如果我们还是在医院里面的话 那我可以给他什么 他可以给我什么 那所以说他就想说 那既然如此 那我就自己去开创一条属于我的道路 那说不定 就是也是开创了他们俞 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未来 其实我就觉得好浪漫啊 你看在绝望当中的人 可是他还不断的是在找希望 那个爱情就像父母 对 被在水中的父母一样 他们依然要抓住那个父母 对 那他有说他之前 其实他谈过很多场轰轰 轰轰叠叠的恋爱 年轻的时候 对 他也有跟外国人谈过恋爱 就其实他是一个很时髦的女生 对 那可是他到了最后 他选择的这一位就是愿意陪伴着他 就是 等于说是帮助他 呃成长的自我的自卫男性 对 所以在这本书里 每一个章节 其实就描写了他 一开始他是 看到他生长的过程 对 还有就是对面点的 那明明的一些点点滴滴 对 还有把他自己的理想 包吾热情 其实都写出来了 后来就开始写他生命的历程 对 就是每个阶段的历程 其实 这历程当中 他有承受别人 所没有办法承受的那种痛苦 那但是他也有聚望 可是在绝望当中 他又不断的 在找希望 对 因为他其实 就是其实 你可以从 就是他每个章节里面 就是我常常 常常读一读一半 我可能一开始 我觉得看的好难过 就是我会觉得说 他怎么这样很可怜 可是 但是当我又翻到下一页 我可能又笑到 笑到不行 风回路转 对 就常常是又哭又笑的 那所以说我 我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最常说的一句话 应该就是 好过分 又哭又笑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个人觉得这本书 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理由是什么 嗯 我觉得 从这本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 但是就是 嗯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一个人他为了他的梦想 他可以付出所有的努力 即便他到最后 他以他的健康作为代价 但是他仍然 截至目前为止 他依然 他依然 他依然是 其实他也有 他也有上广播节目 对 就是抱病上广播节目 然后 因为他这本书在 日本非常非常的 对 对 所以也有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就请他去 去上 上节目 那他其实在日本的 新闻 等于说 报商杂志上面 他都有一个专栏 嗯 对 他会有专栏的文章 然后他会定期分享一些 他对于日本 健保制作的看法 这个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些 就是 我们一直都以为说 日本这个国家 是一个 已开发完成的国家 那他的各方面 应该都比台湾还要进步 那其实 跟上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是揭穿了这个谎言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而且他居住的地方 就是那个 辐射 就是 对 最强的就是 他在辅导最前线 对 翻译地震之后 他们整个的那个 河电厂的那个问题 最严重的 他就在那个地方 对 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介绍的这本书 那它是这个新闻出版社 出版的混沌之人 是日本的大野更沙所写的 但是我特别赞美一下翻译 哈娜 它是正大中文系毕业的 那这本书它翻译的非常非常的棒 读起来好顺好顺 这很不简单的 通常我们看日文书 都觉得没有那么的顺口 对 翻译真的很棒 好 今天我们要送两本书 时间已经是0点54分36秒 很紧迫很紧迫 来 我应出第一个题目 好 第一个题目 请问这本书的书名是 哦 四个字 好简单好简单 0223-888-8985 0223-888-8986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抢答 诶 我们的电话是不是已经通了呢 那个电话线有通吗 好 0223-888-8985 0223-888-8986 最后大家才顿悟啊 诶 我们的书名中间有一个顿字啊 好 我已经都谢题了 0223-888-8985 0223-888-8986 喂 你是哪一位 喂 诶 诶 小梅子吗 对 小梅子 你又要麻烦护理人员念书给你听呢 我现在是开大网友会 开大网友会 念的太棒了 你又找到可以念书给你听的人了 所以你一定要寄给我 我一定要寄给你 好 告诉我 书名 什么顿悟啊 我出来 什么顿悟 就只有一个顿字 对了 诶 我有录音起来啦 可是我一直太紧张 所以我已经忘记 四个字啊 你再提示一下 嗯 嗯 那个其实 我们常说人生当中 每个人都会有什么 什么顿 困顿 啊对 对对对对 好然后什么困顿 他就 接下来就是困顿 你是 你是 那个中文很好嘛 是是是 然后我们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乎也者 这是乎 好了 你看我这 真的是在帮你抢的 困顿 困顿之人 嗯 就是 就是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人啊 我都急了 人 困顿之人 困顿之人 好了 困顿之人 对啊我太紧张了 好啦大家都会让小梅子 然后他真的是我的学长 因为我提出走了 我也很辛苦 没错 好我特别要送给小梅子 听众朋友也不要抱怨了 困顿之人 困顿之人 我都要当困顿之人 好小梅子 这是我们的听众 小梅子他是一个老师 可是后来因为 眼睛突然之间 看不见了 所以他也是累经了 非常痛苦的一个历程 好小梅子那这本书 我们送给你 好 来我们继续送第二本 来 初婷 好 请问 这位作者的老家在哪里呢 我们刚才说三一地震 那个地方最严重的 就是核能电厂最严重的地方 0223-888-8985 0223-888-8986 好 来 听众朋友 喂您是哪里 我是屏东Kitty 屏东的Kitty 来告诉我 在辅导 辅导对不对 答对了 好 你好棒 好 你待会不要挂电话 把你的电话地址再回 留下来给Kitty 好 0.57分49秒 好了 听众朋友 那个算我那本送给小梅子 我把我的一本捐出来 来 再出一个题目 再出一个题目吗 对 作者是谁 好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我们都知道有个音乐非常有名的演唱家叫小野丽莎 那他正好跟他有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名字很有趣 来 0223-888-8985 0223-888-8986 好 这本是我的书卷出来 所以大家就不要怨太小梅子了 好 来 0223-888-8985 0223-888-8986 来 听众朋友 作者是谁 快 喂 名字哪里 喂 郁佳是不是 好 来告诉我 作者是谁 作者的名字 哦 好像叫大爷跟沙子 你好厉害哦 台大就是台大 现在还蛮严重的 对 好长话转说 你叫今天来的来宾 你加我林书好不好 我有事 可以拜托他一下 好 可以吗 可以 好 谢谢你 好 郁佳拜拜 好 大爷更沙混沌之人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书 这是新语出版社出版的 好 谢谢我们的编辑李博银 博银谢谢 好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咯 好 好 谢谢我们的编辑李博银 博银 博银谢谢 好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祝大家一个计算节 晚明天见咯 好 好 好了